何度南年史記 作證的編語 你聽不聽得懂英婆婆在說什麼? 聽多一次 何度南年史記 作證的編語 用不見字 我想不用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都知道 英婆婆在說的不是本地話 但偏偏差人就 拍交話當本地話 竟於屈九十歲婆偷東西 別吵哥哥 別吵我都不會投你 請恕我語文能力沒有警察那麼強 整個小時的訪問我只聽得明白這一句 英婆婆很慘的 已經九十歲 掉了牙 還有初期至終期認知障礙 五月有一日去白街買東西 一時就帶頭黑 忘記付錢就被人帶回警署 當日孫女原本約吃飯 但打電話都沒有人聽 最終有個男人聽了 說婆婆在警署 但去到就不准見 等足兩小時 又怕又擔心 最終英婆婆放了五百元保釋 震驚十三億同胞的是 警察竟然向口公子寫 婆婆說的是本地話 不止這樣 口公子上還說 婆婆認了 我偷回來自己吃 你有沒有跟她說 我偷東西給自己吃 你給我一次機會吧 有沒有說過這句 沒有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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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陀波只會聽廣東話 說話主要是說客家話 還撞攏 當日不停用客家話 說沒有偷攝 泰國警察一直低頭寫寫寫寫 首先她的客家話 我相信很多人都聽不明白 但他們的口公子上寫著 用白話文承認了那句話 我覺得這件事很荒謬 被屈的婆婆一直失眠 更生氣的是 婆婆身上掛著名牌 和三個家人的聯絡電話 警察還要因婆婆三度回警署報道 拖了整兩個月 最終警司警戒了事 說到這裏大家沒理由不記得 五月的時候 警察不斷引導智障男講口供 屈他殺了伯伯吧